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三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近日韓國方面發現到 在白寧島附近的水域出現了一批中國漁船 令白寧島上居民感到相當擔憂 第二宗消息 較早前山東號接力在南海一帶進行軍事訓練 原來美國的海軍偵察船 一直都對於山東號緊追不捨 長時間對中國海軍艦艇進行嚴密監控工作 第三宗消息 有澳洲媒體揭露 原來早在去年4月 時任的澳洲軍隊特總部隊指揮官分得來少將 在一場簡報會上提及到 中國針對澳洲發動了一連串 處於灰色地帶的政治作戰行動 並且很有可能演變成武裝衝突 而他就說到中國一旦踩過界的話 澳洲就會出手還擊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韓國白寧島附近水域 那些中國漁船在哪裏 實情白寧島的位置在哪裏 就是位於韓國的西北部 在這個人村對上的一個島嶼 而這個白寧島其實相當接近朝鮮 與朝鮮的距離 比起與人村的距離更近 所以這個白寧島可以說是 韓國面臨朝鮮的一個前線陣地 故此這個島上的居民 一直都要擔驚受怕 因為恐慌會遭到來自朝鮮方面的炮擊 而近日他們又多了一重擔憂 韓國方面發現到 有一批中國漁船 聚集在白寧島附近的水域 這批漁船無非是在進行捕撈工作 因為現在是接近龐蟹盛產的季節 所以這些漁船所到之處 就算不要說有什麼軍事上的企圖 其實很多國家都不歡迎 因為很多海產漁獲 都會被這些中國漁船捕撈得一乾而井 尤其是在今年2月的時候 中國海警法通過了以後 就令到周邊國家提高了境界 即使真的漁船也好 往往都會被認為是所謂的海上民兵 比如說中國在牛額礁附近 集結了一批大約200隻的聲稱是漁船 但菲律賓方面顯然不相信 他們認為中國在那裡曬馬 那些是屬於所謂的海上民兵 至於今次在白寧島附近 又有十幾艘中國漁船聚集 同樣都令到島上邊的居民感到擔憂 根據韓國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島上邊的居民 不少人都希望文在寅能夠採取更多行動 來回應這些中國漁船 其中一名居民還說 韓國軍隊和海岸警衛軍 就應該要打擊這些中國漁船 將他們擋出去 當然我認為這一名居民 他的願望多數都會泡湯 以文在寅這些軟弱的總統 他又怎會對著中國硬得起身 至於一位退役的韓國陸軍將領 現任國會議員申元席爆料 說中國在去年12月派出一艘巡邏艦 進入到距離百寧島只有40公里的緩衝區 韓國海軍也曾經派出戰艦應付 而中國的航母遼寧號和山東號 去年在這個海域上 曾經進行過20次演習 其中10次是反潛艦的演習 這位新元席認為 中國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擴展在海上的影響力 完全這樣控制黃海 禁止美軍在黃海海域上進行任何軍事活動 其實他這個推斷 我認為也有他的合理性 因為在南海目前有很多國家已經插旗 很多軍艦在南海游來游去 中國很難完全控制得到 至於東海 又和日本有著釣魚台的主權爭議 至於渤海 他就是屬於中國的內海 中國一定擁有在這片海域的制海權 如果中國想將影響力進一步擴展到黃海 我認為他這個說法是合理的 至於行不行 當然韓國就是最大的叛葛石 朝鮮肯定會和大陸合作 但是在這片黃海海域當中 除了中國、朝鮮以外 就是只有韓國 當然今次的中國漁船只有十幾艘 而且據說要去捕撈旁鞋 至於下次又怎樣 真是難說 接下來我們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山東號在南海的訓練行程 似乎被美軍高度掌握 根據大陸的半官方機構 北京大學海洋研究所的 南海戰略態勢感之計劃 今天在Twitter上公布了 在5月5日的凌晨時分 美國海軍勝利號海洋監視船 又名為水聲監聽船 出現在西沙群島的東北海域 同時另一艘勝利級監視船 叫做中城號 就在巴士海峽航行當中 中城號原來早在4月5日前後 已經進入南海活動 分別在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和巴士海峽海域間 進行高強度的政策活動 根據南海戰略態勢感之計劃 分析所說 中城號有著如此密集的活動 很大機率為了監視遼寧號的航母編隊 不過現在遼寧號已經離開了 所以中城號目前應該想順便監視山東號行蹤 根據這個計劃 在Twitter上公佈的圖片顯示 中城號自從4月打後行蹤 全都被大陸半官方機構記錄起來 為何要公佈這些信息呢? 我相信他們是想表達出一件事 就是想借機顯示 其實大陸都是掌握到美軍這些海洋監視船的動態 只不過你掌握到人 其實人家一樣掌握到你 而且這艘中城號的海洋監視船 一直都在南海海域那裡 在打圈地游來游去的 這就在九段線的範圍之內 而且這艘海洋監視船 就是在明知道遼寧號和山東號 會在南海進行訓練的時候 特地派過去索料 大陸方面如何回應呢? 暫時未見到有 不過這樣被美軍大規模地近距離索料 是否代表著大陸有點而無計可思呢?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下一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澳洲方面 不過也跟大陸有關 澳洲媒體《墨爾本世界報》 今天登了一篇報導出來 內容引述了多個匿名消息來源 就說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時任的澳軍特總部隊指揮官芬德萊少將 在出席一場機密簡報當中 就講述到澳洲最高尋規的軍事參謀人員 對於中國威脅論的看法 而當中所提及到的論點 在以往大部分都未曾公開過 我們又聽一下到底有什麼論點 第一件事就是 芬德萊指出澳洲軍方一方面要阻止戰爭爆發 但另一方面也指出外國的情勢有著不可預測性 而且他預計會有高度可能性爆發衝突 第二 他指出中國是澳洲的主要威脅來源 他提醒澳洲軍隊需要加強在印大地區的部署 他提到大陸的特種部隊成員有多達兩萬六千人 一旦爆發軍事衝突的時候 澳洲除了需要傳統的海軍、陸軍、空軍、戰力應付之外 還需要擁有網絡和太空作戰的能力 所以這方面其實特朗普就是超前部署 因為他搞了一個太空軍出來 而且太空軍是獨立成軍的 並不隸屬於海陸空軍三軍 所以美國方面做了澳洲當時可能是想效法 分德萊還判斷中國會避免在軍事上 和其他國家進行正面的衝突 取而代之的就是採取所謂的政治作戰 以便在無需發生軍事衝突的情況下 仍然可以取得戰略成果 分德萊還說如果中國一旦踩過界的時候 澳洲就會感到生氣 然後就會轟炸中國 這就是分德萊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澳洲軍方 早在去年4月的時候 已經提出要防範中國 所以來到今年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 來準備 所以難怪為何近期澳洲軍方 所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強硬 越來越響亮 原來早在去年4月的一場簡報會當中 已經提及到現在他們所說的事情 當然在簡報會提到的一刻 未必是開始的一刻 可能早在疫情爆發之前 澳洲已經是部署要防範中國 其實澳洲有很多東西都是超前部署的 包括了的就是要擺脫 對單一國家的貿易依賴 要為自身的產品尋找替代市場 又或者要搞這個所謂的印太戰略 基本上澳洲就是和美國的步伐一致 是同步的 當然紐西蘭就是脫腳 現在根本上是半季半季的狀態 同時澳洲在軍事上 原來是做了這麼多的功夫 所以在很多方面 澳洲都已經超前部署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